艾根廷空军日前宣布,由于财政困难,将放弃从中国和巴基斯坦购买JF-17E骁龙战斗机的计划,转而向美国购买12-14架二手F-51战斗机。 这款战斗机是美国1973年服役的朗旧飞机,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退出现一堆棒在库房之中,由此可见阿根廷空军的走进,虽然没有购买中国的战斗机,但是阿根廷与中国依然保持着紧密关系。 日没称,目前中国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建立的太空跟踪,调测和指挥基地即将完工。 该基地将是中国首个海外卫星监测基地,计划于2017年3月投入运行,完全由解放军掌握。 据报道,该基地内有大批厅密观测监控电子设备,包括直径13.5米和35米的可控抛物面天线,甚至还专门了建了一座价值1000万美元的发电厂。 基地的天线和遥测设施,只有双重用途,其中天线是被干扰通信、电子网络、电子系统的能力,可接收导弹发射及无人机和战略武器等信息,能在潜在军事竞争中收集庞大密感情报。 由于该基地位置和美国东海岸位于同一路向区域,和美国制造同步卫星的距离接近,这种地理上的便捷将有利于执行非民用的情报搜集任务。 空间通信专家在检查卫星图像后证实,阿塔哥尼亚的两个天线除了用于深空探测和遥测案,还可以用于监测地球同步卫星。 这两个套物面天线可以通过干涉技术来叠加操作,以更精确地搜索到卫星及其信号。 前艾根廷武器贸易条约代表莫里坦表示,这处基地肯定有利于中国登月计划,但也认为基地具有双重用途,其配备的对空间线具备干扰通信。 电子网络、电子系统的能力,还能够监测导弹发射核无人机、战略武器等空间运动。 在潜在的局势竞争中,埃根廷的基地能够赋予中国搜集海外情报的能力。 除了埃根廷之外,中国还有其他海外基地服务其航天计划,位于纳米比亚、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等国,还拥有五艘远望及远洋测量船。 美国对中国在拉丁美洲电视基地非常敏感,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在拉美另一地区的情报设施已经投入运行了,位于更接近美国本土的古巴,距离迈埃密仅仅300公里,距离设在坦怕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总部,仅有500公里。 外媒感叹,中国不声不响地进军美国后院,将全世界都填过去了。 军事评论员李平表示,中国在海外建设太空观测基地,是合情合理的行为,世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的。 欧盟在埃根廷也设有太空观测基地,印度要在越南设立卫星监测中心。 更别说美国在世界各地建设的类似设施了,中国在埃根廷等国建设海外基地是互利双赢的行为,得到了所在国的一致用户,根本用不着第三国操作。